赖斯最近在一场讨论妇女参政的会议中说 911美国被恐怖攻击之后不久 他跟小布什总统到上海出席亚太经合会议APEC 人在白宫的副总统切尼告诉人在上海的小布什 白宫侦测到的肉毒杆菌毒素入侵的痕迹 中央官员可能都已经中毒 毒素的样本已经送交测试 如果测试之后老鼠四脚朝天表示大家都完了 如果老鼠四脚着地表示就没事了 莱斯说当时大家都很紧张却尽量保持正常 他说 我走回总统身边 当时他跟中国官员坐在同一桌 我对他说老鼠全都四脚着地 总统回答说谢天谢地老鼠四脚着地 我相信旁边的人还以为我们在说什么密码语言呢 莱斯刚才所提到的故事 在她的回录中也有详细的描述 另外莱斯在小布什政府时期 曾经担任过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以及国务卿 她是女性参政的杰出代表 她也对其他的女性提出自己的建议以及分享经验 莱斯说 下面的建议很重要 特别当你是女性又是少数族裔 不要把其他的人想得很坏 也许他们只是不喜欢你说的话 也许他们只是不喜欢你 跟种族或性别无关 如果你不断把种族和性别当成是别人不善待你的原因 那么你只会让自己筋疲力竭 血压升高 让他们控制你的情绪 莱斯的回忆录名为至高无上的荣誉 我的华盛顿岁月回忆录 其中还揭露了跟他国领导人会面的经历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湘张松林的采访报道 和决定的采访报道